七点咯 我们一起来听歌 谈天 享受快乐好心情 快乐台湾 政策武汉 快乐联邦邦 好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好心情 我是乐乐陪大家在空中听歌分享大小事 今天现场来跟大家分享生活话题 好朋友都应该听过一句话 很多人都常说台湾是美食王国 然后就会说那如果你要创业的话 哎呀民以时为天 做吃的准没错 因为人每天都要吃东西 但是呢这个吃的种类也是白白种 每一行每一种吃的经营都不容易 那今天呢为大家邀请一位特别来宾 他是中华品牌在照协会的理事长 王福凯老师 他也是《时语玉》这本书的作者 他这本书呢在分析台湾的餐饮业 其实可以给喜欢餐饮 还有对餐饮想创业的朋友 一个指南参考 因为真的非常的详细 所以乐乐就请王老师来跟大家说分明 王老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王老师请跟大家分享 您出这本书的目的跟初衷 是 那如同刚刚主持人其实提到的 就是说对每个人来讲 这个人生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不是人吃呢 然后就是性嘛 实施性也 实施性也 所以说对我来讲 因为其实刚好主持人之前 也有有这个荣幸 然后能够来上节目 然后呢就有讲到爱与恋这本书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呢 其实我就同时写了《时语玉》 就是人不能够只有享乐 人也要填饱肚子 那其实在写这个书的时候呢 其实也正好在疫情后 有很多的一些餐饮业者 他其实正在思考就说 我这个产业该怎么样 去找到一些新的做法 转型 一部分是转型 还有一部分是他在寻找 这个可以持续成长的商机 那时候呢 我就开始去寻找一些 跟餐饮不同类型的这个观点 然后就把它给写成文章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说 其实还是很多的人 他可能是本来就做行销啊 做品牌啊等等的 他可能只是单纯的对于 这样子一个所谓的餐饮的领域 很感兴趣 那其实我们也希望 就是能够多分享一些 不同的观点 在餐饮的这个领域当中 毕竟这个台湾 在整个所谓的美食汪锅 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下 有很多的时候 大家只是对于说 我不了解原来有这个餐饮模式 或者是我不了解到 这样的餐饮 它是可以赚钱的 甚至它的消费文化是什么 所以呢 它也变成另外一个 从消费文化 从所谓的商机的角度 给比较对餐饮有兴趣的人 也都可以去做一个观看 好朋友 那个王老师写的这本书 而且非常的详细 大家看了之后 我真的觉得 它把那个饮食 的每一种产业 细分的很细 比方说有板豆 还有火锅 然后还有肉食主义的 像牛排店 烤肉店炸物类 然后甚至 还有东南亚料理 就我们常见的各种饮食 它把它分门别类 所以好朋友 如果说你觉得 你想做餐饮这一行 可是你不知道说 做什么吃的比较好 你可以先来看这本书 给你一个大略的一个轮廓 那在这本书里头 乐乐有一个 看到一个地方 是非常非常的讶异 大家也知道说 台湾美食王国当中 有一项咖啡店 是非常多 那很多人 就是他也梦想说 他以后要开一家 属于自己的咖啡店 那乐乐就觉得说 你看哦 Seven跟全家 这两大超商 其实 它某种程度上 也是我们巷口街边的咖啡店 因为他们店内 卖的咖啡种类还不少 那再加上那种 个人风格的咖啡店 其实咖啡店的市场 乐乐觉得说 哇 现在开咖啡店一定很辛苦 结果呢 这个王老师在书上说 咖啡市场还没有饱和 所以乐乐想请教 王老师在这方面的看法 也给有志于开咖啡店的朋友 一点指引这样 好 那我也想要这个 先简单问一下主持人 就是最近你有没有去排队 喝过咖啡 都没有 我其实对咖啡还好 我就不喜欢排队排太久 所以我都是 如果真的要买 我就买那种 最不用排队 是 其实呢 像台北好了 有几个在百货公司里面的 这种所谓的咖啡名店 从日本来的 从欧洲来的 甚至像之前 还有从新加坡来的 他每次开店的时候呢 这个动辄排的 说五十一百个人 都是很正常的 那但是呢 其实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台湾 其实开始出现了一个 就是所谓的咖啡文化改变 那其实这边就回应一下 像在大概接近十年前吧 那时候我们去欧洲 对 尤其是意大利 那个喝咖啡的习惯是不一样的 真的在我们在店里面 一群华人 好高兴啊 哇 在那边聊天啊 喝咖啡 吃甜点啊 这个意大利人呢 就几个上班族啊 西装笔笔走进去 女生呢 穿套奏走进去 他就点了一个 这个我们讲浓缩嘛 意识浓缩 喝完了 走 不到五分钟 就我们 这不是应该享受一下吗 后来我们去看了一下数字 在他们的生活的品味里面当中 咖啡它既可以是休闲的 悠灾的 它也可以是工作上面 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神的 那其实以杯数来讲的话 台湾其实跟我们讲到 就是比较先进的欧洲这样的国家 大概其实杯数还不到一半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需求 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 台湾人其实还有很多的 尝鲜的偏好 像刚刚讲这种什么的 有甜点的咖啡店 或者是说 它是一个很特殊网红打卡的咖啡店 甚至是那种 现在我们看到那种很特殊 就是在国外很有名的 它可能不见得说什么 有很多甜点 但是因为设计很精简 一进来那个手冲的那种风格 一杯卖以200块钱 300块钱 都还要排队 所以说其实它味饱和 是在于消费者的文化当中 它可能对那种 街边没有特色的咖啡店 兴趣可能没有那么高了 但是例如说它的急迫性里面 它要去马上喝一杯咖啡 便利商店的咖啡 其实倍数还在成长 就是我们看到每年每一季 像什么世界咖啡日 还在成长 另外一个就是我的特色咖啡店 也在成长 所以除了便利商店这种满足 你马上要喝 可能家里有客人来 你赶快买一杯给人家喝 这种或者是你上班急需提升 以外如果你想要慢慢的品味 在你的生活享受午后的悠闲的这种特色咖啡 它的这个市场就还有空间 对那其实还有一个也是很值得去观察的就是说 当然对很多咖啡店来讲 你说我一直卖一杯一杯咖啡 或者是说它本来就不会做甜点 不会做餐点 它突然之间要跨组其实也很难 但这时候其实还是很多消费者 他开始习惯就是尤其在疫情 在家泡咖啡 像我现在基本上每个月就要固定去买 不论是买这个豆子自己磨 或者直接买那种已经做好一包一包的这种 其实都很多消费者 他开始会习惯在家 那在家这件事情 其实他就变成了一个持续发展的可能 因为消费者他会觉得 我今天这一个豆子喝的还不错 我可能想送给别人 送礼需求 这个就跟几年前都没有人想说 我送礼要送咖啡豆 现在很多都是什么甜点搭咖啡 什么凤梨酥搭咖啡 那就变成了一个送礼的需求 所以不论是在家用或者是送礼 其实咖啡也都还是一个持续成长的商机 那乐乐寺还有看过 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咖啡店 就是他并不单纯只是提供给你 一个休闲的空间 他甚至多元复合式经营 比方说他可能还有一个小空间 是给大家开会讨论用的 那他里头就会有一些很简单的投影设备 那隔间也很安静 甚至有的咖啡的店主 他可能比较有热情的 他还会办一些活动 跟社区做结合 他就不单纯只是布置得很漂亮 或者是说漂亮其实不是他第一个主軸 他就空间以舒适干净为主 但是他延伸出来创造空间的这个能力 让觉得让这咖啡店变得很活泼 然后有活动那大家来参与 然后就有机会就可能低效就一杯咖啡 然后空间的这个租借费一点点等等 那他也这个是他的一个经营模式 对那不过像这样子的模式 其实这就是我在书里面其实也提到 就是说消费者其实对咖啡本身 或咖啡环境 他其实有一个目的性的差别 就像如果我们是一个会议室 你附赠咖啡 会议室要钱嘛 要助用要钱 附赠咖啡消费者觉得赚到 我去咖啡店里面 如果说是真的是为了要休闲聊天 结果弄个什么投影机有没有 然后说我有附这些东西 消费者可能有时候觉得可有可无 所以可能阶段性有些地区 他可能有这样的需求 其实我也用过一些咖啡店 这样的会议室坦白讲 因为其实咖啡店毕竟不是真的 非常专业的空间提供者 有时候投影出来的效果 旁边的消费者在那边聊天 你又不能说加他安静一点 结果搞得很尴尬 好几次真的就是租的人也尴尬 旁边顾客也尴尬 因为老板子过去说不好意思小声一点 对到最后其实很尴尬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总体性发展 它有一定的这个需求 但是咖啡店多半 其实还是要去思考 我去的那个族群 我真的就放松的 我去吃甜点的 还是我只好好的想喝杯咖啡 那商务目的就可以另外再去评估 甚至如果说你要用咖啡来租借空间的话 可能你的活动要跟咖啡这种休闲调性比较合得起来 比方说大家的读书会分享 而不是那种很硬邦邦的 我要做决策正式的会议什么的 有可能是小组 大家来交流一下的这种情感式的一些知性生活的分享 可能就会比较搭得上咖啡这样的一个调性 那确实也是有人这样经营的不错 所以其实一开始就是它的定位要定清楚 对 没错 觉得互相影响这个事情 也是一定要同时把它给考量进去 好 好朋友 我们第一段谈了咖啡厅的经营 我们节目先在这里中场休息 我们待会再请王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好朋友 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是乐乐 我们今天在空中跟大家分享一本 跟餐饮业有关的书 食语义 现场为大家邀到作者王福凯老师 那王老师在行销领域也投入很久 那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乐乐一直有一个困惑 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吃的类别 乐乐觉得不好经营 那个就是茶艺馆 所以乐乐特别来想请教 王老师如果有心想开茶艺馆的人 他应该要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 因为为什么乐乐会这样问 就是因为早期茶艺馆大家会给人 就是茶艺馆早期大家就是当作是喝酵茶一个地方 尤其是珍珠红茶或是泡沫红茶 这种从台中发迹以后就有一些新式的这种茶艺馆 但是过了这十几年来 其实台湾也消费者口味也越来越挑 那再来加上店家的形态也越来越丰富 所以乐乐觉得现在这个茶艺馆就不是朋友之间聚会的首选 大家可能会去选那个星巴克咖啡 但是呢茶艺馆也有它的特色在 可是呢乐乐在找那个部落客写的茶艺馆的时候 就会觉得茶艺馆为什么都走这种比较旧式风格 然后就暗暗的 所以呢乐乐想请教王老师的看法 如果他有些人他就想要经营这种茶艺馆的休闲空间的时候 您有什么建议 是其实茶艺馆这个我们讲到名称其实很有趣 就是你要把这个茶变成一个艺术来经营 如果说大家就是只是喝喝茶 那个茶也没什么入门水平 大家就是随便喝 其实也就算了 反正点多就外带首选茶 可是其实我们的两个品牌 就台湾现在在做茶艺馆 它已经不是传统思维了 而是做的真的算相当不错的 其中第一个叫做春水糖 其实春水糖真的大家去回想说 它的茶还不错喝 可是可能带更多人有印象的是它的餐 就是茶艺馆这件事情 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 就是茶餐的组合能不能做得好 攸关于这个茶艺馆它的发挥 因为如果他只是说我的餐 可是跟我的茶没有关系 有没有 那个餐就是外面的什么卤猪脚 脚礼包 对那其实就意义不大 所以说其实像这一类的这个比较早期的茶艺馆 就是我们讲到的它是有茶餐的 它其实必须要就是很多的一些创新的设计 是茶跟餐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套餐 那这个套餐的逻辑呢 甚至就是消费者觉得 哇这个茶真的还是品质很不错 我非要跟这个餐搭 它才可以有很好的一个感受 那其实呢第二个就出现了 它其实本来就是做茶的 是本来的天然名茶嘛 它后来延伸出来的叫做什么 吃茶区 那很多人就觉得说 那吃茶区不是应该算餐厅吗 其实在范畴里面它还是茶艺馆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个流程里面当中 例如说这个从开始出餐前 它就替你问了 你要什么样的这个茶的香味 你要什么样的一个搭配的套餐 里面很多的组合 所以相对来讲像茶艺馆的转型 它其实餐绝对不能够忽略 可是我们就要回头刚刚讲的 就是说茶本身我们要去精进它 茶怎么样去结合进餐 甚至是有很多的茶的类型 它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一些选择 那这个时候最后就是刚刚提到的 这个主持人讲到其实消费者他要进茶艺馆 年轻主群进不去 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一些空间氛围 他觉得很落后 所以其实刚提到的两家 或者是我们看到有一些 其他就比较属于单电型的 他第一个动作都是先去重新的去做整理 把他的店整理干净 再来才做一些部分的装潢的调整 对他会把那个店里面的明亮感给弄出来 没错 毕竟消费者在里面 他希望感受到就是 他是一个比较舒适的 但是不是感觉暗暗暗的 看不到东西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或者是说 感觉好像茶艺 感觉茶好像是老人茶的概念 然后就把它弄得很怀旧 很昏暗这样 然后让人家觉得好像去的都是长辈 对 可是像刚刚提到的 像这种所谓的茶餐的组合 他其实他真正就是带来了年轻客群 我平常可能想要去吃个好一点的 很多上班族晚上 基本上到这些地方去 可是他又不想再喝咖啡 因为毕竟到了晚上还喝咖啡 有时候真的会睡不着 很多人是有这个问题的 那茶就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但是茶如果他又结合的很好 其实他反而是去 可以吃下那个害怕咖啡因的商机 没错 就像例如说 如果今天讲的是Poor 那有的人觉得Poor的味道很不错 那怎么去做结合 甚至像菊花好了 那这个菊花本身把它做成茶 所以他有很多的一些创新的做法 甚至我们还看到有一些他可能把这个西方的茶 他的咖啡因降低的甚至是无咖啡因的把它给导入 他其实都还是在这个范畴里面 最重要的是消费者觉得很舒服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 他可以吃个饱一点的 那其实也有一些这种所谓的茶艺馆 他不见得是做套餐 他可能是给你一些这个单点的小时 对就是那个小点心 有时候我们人就是这样 我们今天有时候不想吃正式的餐 就想吃点零食 但又不想吃泡面啊 或炸鸡薯条这种高油炸的 那我们想吃一点小小的热食 比方说像个卤豆干啊 或者是小小的炸物 这种小小的一小盘 然后好几个好几个 想去找这样的一个小点心的时候 对所以说对消费者来讲 其实这个茶艺馆的变化 尤其是对业者 就是我们在这个书里面提到的 业者其实要去想的问题 刚刚讲到的这种所谓的 空间的重新再设计 餐点的一个调整 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 他其实在所在的位置里面 他现有的消费客群到底是谁 像有很多的一些 比较非常早期的茶艺馆 他其实都在商业区 所以这个时候他的上班族 可能已经改变形态了嘛 我们是等到这个晚上的一些交易活动 可是有一些茶艺馆 他其实就变成说 我特别放在住宅区 像我家附近 其实就是比较偏住宅区 他有一家 他就是所谓的预约制 他其实生意还不错 就是他里面的餐点算是水平 他也很坦白讲 他有很多东西 就是叫一些名店的 他自己料理 但是他的这个预约制 让消费者觉得说 他有一个专人在介绍 他其实每一次在介绍的时候 就看到他有一个 类似我们讲茶艺老师 在这边介绍 就觉得很不错 你这也是另外一种层面的专业 就是说这个茶艺馆 他的餐要有他自己的特色 要有几项是主特色 那其他的可能你是大众化的东西 大家常见的东西 但是那个特色要出来 然后把你的空间给弄好一点 那我自己在找那个茶艺馆的时候 我就有注意到说 台中某一家茶艺馆 当然就是一般常见的 什么红茶绿茶这些以外呢 他的点心里头啊 他竟然有这种台式传统的小点心 比方说像什么昂菇柜啊 然后或者是那个甜甜的年糕 然后他的点餐的份量 就是那种小小的 一百块上下的 就是让你吃甜食 你就可以点这样子一百块上下 你也不用有负担 这个就变成他那家店里面的一个特色 因为这种东西 你自己煮起来非常的好工 那你也不可能天天去吃这种东西 可是久久这种东西就是一个特色 然后就变成那家店 特别标榜出来的特色 对 而且同时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 毕竟如果说今天你说一壶茶 一个人享用 可能比如说在两百块钱到三百块钱之间 但是如果今天一群人好了 他可能就想说我要换 所以像这种小点 他还增加了 我们讲到这个茶的续壶的机会 你说一开始再加水不用钱 可是如果今天大家觉得这壶茶味道 大家喝得有点腻了 想要喝下一种味道 或者是彼此之间互相 多点几壶互相交换的喝 这种小点 他就让消费者正好觉得有点口渴 那又有点这个饱了之后 就觉得想再喝一点饮料 所以这时候他又增加了 这个所谓的重复购买的机会 所以茶艺馆的这个定位 有点满足人们想要尝鲜下午茶的感觉 可是又不想吃正餐 所以在那种正式与休闲之间 他如果拿捏得好的话 他还是有空间可以发挥 对 但空间感就是说 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 他的这个所谓的装潢 他的一些明亮度 用那些器皿 其实反过来讲这些东西真的就是 现在年轻时代更重视的 真的 你不要弄得旧旧的 然后你说东西多好吃 就是在门口你就不太想走进去 好朋友 那茶艺馆的主题呢 我们先分享到这边 待会我们再继续请王老师来分享 好朋友 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是乐乐 今天现场 我们请王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餐饮业的行销这个话题 这个主题 那台湾做吃的实在是 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那当然也代表着竞争也是很大 那还有一个趋势 真的是做吃的人 你一定要掌握到的 就是健康趋势 因为台湾现在文明病的人太多了 这个三高的人太多了 还有就是在运动减肥瘦身的人 也非常的多 所以这个健康饮食这个商机 你光是从去那个食品展 会很多人去买橄榄油 你就知道说 现在大家多重视食材的这个 纯净度啊 或者是吃原味这样子 那在看这个健康饮食的时候 也特别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我们家巷口的那边的 那个一般的那种 卤肉饭那种减餐店 它那个菜单 它已经有一个格子 就是不要酱油 或者是不加葱 不加蒜 它就是好几个这种调味的选项给你 它大概老板是被人家问到 烦了可不可以不要加酱油 所以它就多了这个格子 让大家选不要加什么调味料这样子 然后甚至呢 那都去有一些餐厅呢 它也会特别标榜说 它的某一个肉或者是某一个菜呢 它是跟什么小农定的这样子 它会有一两样这种东西 它可能其他的还是general 一般的菜色 但是它就会有几样是代表 这个是无毒放山鸡 对 然后这个鸡肉吃起来多好 这样子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商机 甚至其实很多办公室周边 也开始在卖这个DGI的便当 所以想请王老师跟大家分享 就如果想要把你的餐饮事业 跟健康商机做结合的话 你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其实在疫情期间 这个我们讲到的就是包含了健康餐盒 或者是对于很多的一些 本来既有的自助餐的餐厅 它其实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 就是说消费者开始希望 我透过吃就能够健康一点 所以那时候像健康餐盒里面 它有很多的一些例如说 降低所谓的油脂的方式 或者是选一些 它可能不要这么重油的一个料理方式 它其实都改变了某些消费者的习惯 那另外就是说 刚刚其实主持人提到的像是便当 它有很多的料理方式 甚至其实我们看到就是 要不要加调味料 那这些其实都已经导致了 消费者它去影响了这些店家 那其实我们就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消费者的文化 它为什么会有这个改变 其实对于多数人来讲 像刚刚主持人提到 有健身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像很多的人就觉得说 我其实毕竟健身 不是每天都能够去健身 但是我如果维持 维持某一种比较好的饮食习惯 不要马上变胖了 对对对 或者是让我这个瘦的状态久一点 对所以说 其实这个的话就变成影响了 刚刚讲到的 就是消费者在选购食物的考量 现在连早餐店都有无糖豆浆 以前没有 以前一定都是加糖的 而且是全糖 然后像现在饮料店 有什么无糖微糖 这都已经是最最基本了 像甚至还有的 会卖一些养生的饮料 什么薏仁浆啊 或者是黑豆浆啊 这种养生饮品都出来了 对 所以像这个就是 我们讲消费文化的改变嘛 那其实第二个部分 就是说对于企业来讲 他也在评估 我怎么样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利益 比如说今天我把我的健康餐盒 摆得比较漂亮一点 餐盒弄得精致一点 里面摆一些刚刚提到的 什么无毒的放山鸡啊 或者是蔬菜不撒农药啊 小农的等等 这个价位就漂亮了 那他获利他提高的时候呢 当然自然就可以更正向的 去例如说 针对这样的一个议题去沟通 可是那当然 其实这些消费者也会去比较嘛 就说我今天有去便利商店 我就买了一个单一食材 可能是例如说鸡胸肉 他自己回家就可以吃了 他发现 我自己这样弄一弄不到100块 去这个健康便当店 可能要买个200块 但是他有时候还是会愿意买 为什么 方便 公司 叫餐 反正又不是我出钱 对 那但是如果说他是要带回家 或者是他其实是有时间做准备的 所以其实业者 他也必须要去考量 就是说消费者 他到底在什么情况之下 他愿意付出这个费用 他觉得说我是买一个盒子吗 像其实因为这几年 我们讲到 还有另外一个永续的概念 ESG 那我就有看过 这个真的是算是一个尝试 就是那个健康便当店 他说你带那个 所谓的循环餐盒来用 还可以折钱 但是说真的 我就在那个门口稍微看了一下 大概十之八九 有这些健康意识的人 他还是没有拿健康餐盒 因为餐盒真的是比较重 对 然后还要洗什么的 对 他跟自备饮料杯 还是有一段距离 对 所以说像这个就是 未来有没有可能 他变成一个更好的结合 有可能 但是店家也必须要 例如说他要有一些诱因在 所以消费者也在改变 店家他也要考量 如果说我的获利更好 他才愿意做 你说像传统的便当店 有时候他这么做 坦白讲 好处是什么 好处就是 他其实也省了一些成本 对 这个酱料我不要 对不对 这个葱蒜你不要 这个调味不要太重 多好 我都省了 对 甚至连那个姜丝 他就只要一个烫青菜 对不对 那就是一碗清汤给他 其实他省下来的酱料 对店家来讲 其实店家老板也很开心 没错 所以像这些的转型 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 消费者在改变 可是对业者来讲 如果说他只是为了因应改变而做 他有时候可能会亏更多 但是如果说业者他在跟上这个风潮的时候 他也找到一个他可以获利的 像我在讲另外一个很有确理 只是这几年的这种自助餐厅 尤其是在北部 其实以前的时候就是 哇 这个分量越多越好 对 现在没有 他现在其实反而会比较减少 就是我在这个台子上面 我可能减少 为什么 他不要让消费者太多的盛食 那这时候他就可以集中在某一些的这个食材的成本的降低 消费者可以拿的分量多一点 或者是说他可以让消费者就是用的食料 里面东西更好 油啊 或者选择这个蔬菜啊 肉品啊 这个食材更好 所以这个时候他其实也改变了自己另外一种模式 我觉得健康饮食在这件事情上 我觉得是促进店家往减法的方向走 以前可能过去三四十年 台湾早期是农业社会 所以大家只有缝孽过节才会吃得比较好 那现在大家富裕的都吃得很好 所以呢 其实大家反而想要吃的清爽 然后大家讲的轻食嘛 所以不想要让身体有那么大的负担 所以其实店家反而应该用这个减法的方向走 那看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制作餐店 哇那有的 他完全就是 这个还是早期的经营 他的那个青菜 就是每次我走到他面前 我想走进去 我都不想走进去 那青菜就是油光满面 然后他的每一块肉都是果皮炸的 然后他可能觉得 就是说我一定要这样子对消费者才有诚意 可是你知道啊 就是当你忙了一天的时候 其实医生也会告诉你说 晚上的人体的代谢 其实是比较慢的 那尤其是上了中年四十五十岁以上的 你的代谢更是慢的 你吃这么重油的东西 其实对人体真的是负担了 他还是有他的商机在 偶尔我们也会想要吃点 就是口味重的东西 但是就是说 经营者 你把健康这件事情融进去的时候 你的菜色的设计上 会打开很多的视野 你会开发出不同的客户进来 其实这就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说刚刚其实主持人提到 这种传统的料理方式 第一个坦白讲 他的做法相对简单 那第二个呢 就是其实这个跟刚刚讲的 就计价方式有关 因为有一段时间 在我们辅导的业者里面 做这个领域的 他就讲了 消费者那个炸的排骨 油裹粉 比较重 或者是说 这个所谓的料理的方式 他这个油脂比较多 他比较重 所以消费者 他其实在买的时候 他确实会买到一些多余的 但是对店家来讲 他的料理方式相对简单 他的重量也比较重 他用称重的 所以消费者的健康 他就必须要另外一个 就是如果我改变了 这些料理方式 但是消费者也要能够 愿意花得起这个钱 这个其实我就要分享一个 就是很有趣的感觉了 像有一次的时候 我去吃那个样式自助餐 但是它是一个比较特殊 就是它也是号称健康 但它是一个价位 它类似吃到饱 那这个吃到饱的 这个自助餐 它就说我的基本的东西 是多少 在这个费用 额外的才要付费 那消费者他就想说 200块钱吃到饱 200块钱 我大概就是先挑 这些比较好吃的 它在价格内的 他看他这个额外付费的 他可能就会不愿意吃 但是还是有部分消费者 愿意买 所以他改变了一个 计价方式之后 消费者他其实事实上 对于说 我就不需要这些 什么果粉炸 或者是说 你用的食材再好一点 那要不要加钱这件事情 这就是变成了 业者的获利了 像是如果同样的是 做这个鸡汤 你说我的这个是 比较属于 我们讲到健康的鸡汤 油脂比较这么多的 一中一中的什么的 那它的价位 就是额外付 但如果今天你说 要是让消费者觉得说 这个东西远超过了 一般市面上 其他的东西 他就不愿意买 所以相对于健康议题 一个是叶子 他可能要去改变 我对消费者的经营模式 那另外就是说 你要先去了解 同样的东西 有没有很明显的替代品 你不可能说 我这个在外面 一个鸡汹油 59块钱 结果到了你这个自助餐 为了要卖给消费者 硬是要推出一个 可能只有称完重 一看100块 对 那消费者心里面就觉得说 那我当然去选那个 更好吃的 但是可能更便宜的 是 那曾经在有一家 那种也是卖鸡肉饭 卤肉饭的餐馆 看到他们的烫青菜里头 有一个菜单 它叫做苦茶油烫青菜 它那个苦茶油烫青菜的价格 就比一般的烫青菜 多了20块 那就是它的店 其实都是做 我们常见的什么 卤肉饭 小菜这些东西 它都有 但是它就多了这一项 苦茶油烫青菜 那其实苦茶油就在旁边 它烫了之后就滴了 可是这就是它的一个菜单 那那就觉得说 这个人好有创意 这倒是真的 不过苦茶油真的贵 像我们家长辈买苦茶油 有一次的时候我去 我们家长辈就弄了一个 苦茶油的烫青菜 然后呢 这个我就我妈了 他就很骄傲的说 他问我知不知道那罐多少钱 我就猜300 那罐不大500莫 他说没有 这罐650 对 我认了一下 想说哇 所以它确实了 就是说消费者可能觉得 真的要买一瓶 就价格比较贵 你在这里 我就可以吃到了 加苦茶油的 或许就变成了另外一个卖点 确实它这个创意是不错 是啊 而且它的分量 其实就跟一般的烫青菜 其实是一样 只是它的油是不同的 那你就 因为你可能 对于不常煮的人来说 那我偶尔对自己好一点 多花个20块 这样的一个食材成品 也还在消费者 可以负担的范围里头 所以我就觉得 这样就很有创意了 那它就 其实也满足了一部分 就是想要 健康一世的那一类的人 而且苦茶油 一瓶放在店里面 它的仓储 成本 其实对店家都不太高 所以这就是 又回到书里面 其实在讲 这个健康议题这件事情 就是说 消费者的心态 其实是矛盾的 你真的说那种 很健康的人 他有太多的东西 他都会自己在家料理 自己去选食材 自己去买 那当然 他要把自己弄得那么健康 他可能要花不少钱 对 其实真正 最好获利的 就是想要健康 但做不到的人 对 让自己吃得健康一点 或者是稍微运动一下之后 慰绕一下自己 但是又不希望说 马上就变胖 那还有一大种 就是一大类的 这个族群 就是其实已经 身材有点胖了 这个也过劳了 那这个时候 他其实还是想要吃一些好吃的 这样他的收入可能比较高一点 他就换个食材 或者刚讲换个苦茶油 他就这么心里面觉得 我多这一点东西 就可以健康一点了 他也觉得很满足 其实这个商机 他反而才是比较大的 而不是说 真的不断的去诉求 吃了多健康 毕竟他又不是药 对不对 又不是保健食品 也不可能真的达到这种功效 对 那他也不是整店都贵到不行 他就是那样让你单点的 所以这个让大家就觉得 我今天想要吃健康一点 我是可以自己升级 自主升级我的食材的 饮食的预算 那这样 我就觉得他那个 想到这个菜单的人 好聪明 不过其实这个也很有趣 就是说 像很多的 我们讲到的这个健康料理 其实普遍性看起来 不论是说健康便当 或者是说这种 开始往健康的这个领域走的一些餐饮 其实倒还有很多的一些空间可以发挥 当然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主持人讲说 这个某种料理方式特别有 这时候就稍微想想说 那有没有办法把这种料理方式 去做改变 就像如果说你说 我真的还是很想吃东坡肉 那东坡肉怎么样可以做得健康 或者说我想吃泰式料理 像有一次的时候 我就看到有一家这个健康便当 他就推出那个泰式料理 那其实事实上 泰式料理有很多的一些 他未来让那个口味比较重 他就多添加了一些 这个其他的一些原料 但是如果你要把它给味道维持住 但是又能够让消费者觉得说 哇这个风味很不错 他其实是还有很多的发挥空间 所以在这些店里面原来的 煮口味之余 他也可以另外提供这样的口味 就是让消费者自由选择 而不是整家店都这样子的时候 那消费者就不会觉得 我为了吃健康 你这一整家店都那么贵 他反而有弹性的选择的时候 那消费者就拿回了 他自主决定饮食预算的那个感觉 我再讲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说像很多的人去吃越南料理 越式料理 那我们先姑且不论说 这个健康的问题 很多人觉得他就是风味比较强烈 其中有像鱼露 或者是他在这个煮汤的时候 会加一些其他的这个我们讲到的调味 那如果今天为了要走健康路线 那如何的找到类似风味的替代品 这个就是两个考量 一个是我进去吃 我还是以为来的味道 那这没有问题 那我可能刚好今天 我还是想吃越式 可是店家如果真的可以找得到 这个所谓的平替的这个调味品 哇恭喜 那消费者至少他在尝鲜上 就多了一个机会 甚至他下次的时候 他就不想再吃本来的那个味道比较重的 他就觉得这个店家 他正好有这样的产品 但只是因为他可能更换了一个调味料 或者是更换了我们刚刚讲到的 比较健康的鱼露 那这个就是必须要去找到一些研发的技术 跟这个店家来去做一些这个配合 是像乐乐知道有一些饮料店 他会特别标榜 他们的糖是用浙糖 那乐乐还有一个朋友 他开了一家豆花店 什么红豆汤的类似这种店 那他就说他们的这个糖是用红冰糖 那乐乐去吃的时候就觉得我的罪恶感小一点 因为他用的是比较好的冰糖 而不是那种很甜的那种白砂糖 那那种感觉就觉得 我可以享受美食 但是又没有那个罪恶感 然后他就把红冰糖当作他那家店的一个诉求 就让大家觉得说吃甜点我也不要那么醉 心理层面总是得到一种好像舒缓 那其实健康也在这个层面上也达到了 就是心理开心他也健康了 对对对 所以其实饮食去结合健康 这个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商机去发挥 尤其是台湾现在是一个老年化的社会 我看很多人也是家里面的瓶瓶罐罐的药 保健食品也是少不了 所以你的饮食真的如果能够搭上健康的话 好好的去设计你的经营风格 你的菜单 其实应该还是有机会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饮食市场当中 杀出一条血路 找出你自己的特色 那我们今天很谢谢王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餐饮的行销这一本书 食与玉 那如果你对餐饮行销有兴趣的话 乐乐都欢迎你来读这本书 食与玉 我们谢谢王老师 感谢主持人 感谢各位听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